这是奥巴马阵营的竞选广告 而罗姆尼阵营的竞选广告 抨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 导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 在第一次辩论之前 两位候选人轮番推出 对中国强硬的竞选广告 候选人关注中国议题 是因为大选年 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就业和经济 美国目前仍然拥有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 中国则紧随其后 但是美国在过去30年 由于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而损失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因为中国等海外制造商 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商品 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候选人今后 可能会继续表明 自己在对华贸易上更加强硬 依此来说服选民 他们才是最佳的候选人 能够保护美国工人利益 免受不公平贸易手段的损害 奥巴马总统在最近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我希望增加我们的商品出口 减少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 奥巴马总统把增加制造业工作 作为他的主要论点 而罗姆尼预计将继续向选民 阐述中国存在贸易欺诈行为 他如果当选总统 一定会制止中国这样做 DOA卫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